这几年在新加坡我讲法华经 我除了讲大乘的法华经 用南传 北传 藏传的角度去弘扬之外 我内心里也发了一个很大的怨心 为汉地的人介绍弥勒日巴 我自己也有弥勒日巴藏传佛教的传承 我也接受过灌顶跟口传过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 哎 奇怪 师父你很酷哦 还放啊 对不对 烦恼寄菩提 对不对 因为所以 在南传的确是不可以唱歌的 你学南传就是要眼观鼻 鼻观心 那是对南传根性的众生 因为你的心在世间是很污染的 所以他只告诉你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那是对第一类的根性做的 第二类大乘就不一样 大乘里面你看我们做法会 都用唱战 唱战得到什么 泛音声远向 所以答案是什么 唱歌是很好的 关键在你的心 不要用弥鸣之音唱那个 然后全部众生颠倒的心 对不对 不过好像大家还是很喜欢唱世间的歌 比如说绿岛小乐曲也是很好 我记得我以前学唱歌的第一首成名曲 绿岛小乐曲 还有呢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都是很好的歌啊 最重要呢 你要用清静的心 给众生带来欢喜 所以华言 法华跟般若会上啊 佛讲经的时候 所有的天龙八布跟啊 这个 这个 菩萨 都是用各种的祭乐来赞叹佛的 你看东黄壁画里面就知道啊 所以可见音乐是空性的 在西藏里的话 你若唱这个开悟祖师的这个正道歌啊 你是会开悟的 因为它是从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 那最伟大的呢 就是伟大的秘勒日巴 好 看一下幻灯片 西藏里面有分红白黄花 白教嘎曲派 有蒂洛巴 纳洛巴 然后呢 传到西藏是马尔巴大义师 接下来是左下角的秘勒日巴 右下角的钢波巴 这是白教三祖师 秘勒日巴他在的时候啊 其实 好 看 他的照相叫 倾听一切众生的心声 米勒日巴其实他很苦 他刚刚学佛的时候 他的姑妈常常欺负他们去啊 他的姑丈呢 动不动呢 就恶口骂他们家人 其实他的妈妈是很可怜的 一辈子看人家的脸色 被人家骂 所以有一天呢 他的妈妈就跟人家讲 米勒啊 我们家族都被人家欺负啊 你干脆替我报复一下嘛 他妈妈他 他说好 他很孝顺妈妈 结果他去学西藏的咒术 学那个咒术 就是现在的 本波 命教 黑教 黑教结果杀死了非常多人 用冰爆 结果他杀死了以后啊 所有的尸体躺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突然升起了 惭愧心跟忏悔心 他说 我怎么可以杀这么多人呢 最后啊 他还是有善根的 他说下去求法 求法的时候呢 他就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以后呢 去到处请求 追求善知识 最后找到伟大的 马尔巴大医师 所以就磨练了他 前几天我讲故事 然后他从山下到山上 就得盖房子 盖了八次又拆了八次 他的师父也没有住啊 一般人呢 我想假如师父叫你盖一次房子 然后又拆掉一次 你一定骂他 You are crazy 然后你就走了 我相信的 可是米勒日巴不一样 他的善根很深厚 他知道就是我因为在轮回很苦 我杀了很多众生 将来会地狱恶鬼畜生 所以我感恩上师磨练我 所以他任何苦 他都能吃 任何的苦行 他都能忍 那后来呢 他这个被拆了八次以后呢 就是灭除了八截 他本来要剁地狱 有九截的重罪 最后他的师父跟他说 你已经灿除了八截的恶业 还有一截你好好到山上去闭关 你已经学完我全部的教法 现在你可以回家了 但是你回家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震撼 为什么 你的妈妈死了 你的土地已经被你的姑婆抢走了 你家里是完全都是无常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伟大的马尔巴大医师为他说法加持他 这时候米勒日巴呢 听到了非常的感动 所以回到家乡 看到的东西就跟他老师讲的一模一样 所以接下来他就唱了这首叫做 觉悟世间虚妄歌 各位有歌词 请看六十二页 所以换句话说 修行你要觉悟 一切世间是苦的 空的 无常的 无我的 是会变的 不是永恒不变的 是假的 是空性的 你先用听 待会呢 我会解释 神不动自信大悲准 一如上师所欲识 与此何莫故乡里 实现无常黄化时 愿一如实迟教时 令我顿身大觉醒 世间所现一切法 无常无意恒变异 轮回主也无一力 与其请求世间里 宁愁佛佛佳解脱法 宁愈佛佛佳解脱法 父哉子是子不哉 子哉子是父一世 而人中居一无事 如自我望修正法 修禅虎马百开枯 母哉子是子不哉 子哉子是母一世 而人中居一无事 如自我望修正法 修禅虎马百开枯 美哉子是雄不哉 雄鬼家是美飘零 而人中居一无事 修修友谊之佛法 修禅虎马百开枯 修禅虎马百开枯 有家之世主不哉 主归家是家一百 而人中居一无事 主修友谊之佛法 修禅虎马百开枯 修禅虎马百开枯 神经有事无功者 修禅虎马百开枯 修禅虎马百开枯 神经有事无功者 主修禅虎马百开枯 主人归是天一无 而人中居一无事 主人我望修正法 修禅虎马百开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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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山居 怎么样 谢谢 不是我唱得好 神秘乐日巴唱得好 看看 请看歌词 第一个 修禅护马白癌窟 是他禅修闭关的地方 先看最后一句 加持令我得山居 佛在南传清静道论 跟大乘讲禅关的时候 说圣弟子都要远离红尘 在清静深山里居住 你的心才会不受污染 当然这个也有次第 刚开始你从滚滚的红尘里面 要学习佛法 当然为什么要清静寺庙 或寺院或佛学院 为什么在每个礼拜七天当中 还要上一次佛学班参加共修 就是在轮回里面 你要清静真正的善知识 所以真正智慧要开的话 它必须要在清静的懒弱里面 除非你修持非常的好 善根很深厚 在滚滚的轮回里面 你才不会迷失 所以这里讲啊 每一个寄宋都有 修禅护马白癌窟 这是他禅修的名字 好 请看第一首 圣不动自信大悲尊 每一个人都有如如不动的 清静大悲尊的佛性 可是呢 我们常常都迷失 那大悲尊所显现的 当然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做代表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信大悲心 他说啊 我呢 一如我上师 马尔巴大医师 所预言跟教导他的 我回到家里呢 是很多妖魔鬼怪的 会来障碍他 谁是妖魔鬼怪呢 他的咕咕 咕咱 抢他的财产 凡事呢 充满贪嗔痴的人呢 都是他家乡里的妖魔鬼怪 他以前呢 没有学佛之前 会恨他们 就是学咒术 想把他害死 可是他学佛了以后 才知道 一切都是无常幻化的 所以他反而呢 回到家乡的时候 很不幸 他的爸爸不在了 妈妈过世了 妹妹发疯了 那家呢 被姑姑给霸占 刚开始他的姑姑很怕 他想糟糕了 米勒日巴现在毁坏了 听说啊 他开悟 那他一定会来杀我的 结果没有想到 米勒日巴去跟他说 姑姑 我非常感恩你 他说你头上牌去 你脑筋有问题吗 我害了你 你还说我要感恩我 他说没错 我不在的时候 你帮我霸占家产 所以你帮我看庙啊 帮我看家 还帮我种田 所以我要感恩你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 没有学佛的人是迷惑的 有学佛的人呢 一切的是好的坏的 都是无常的 是幻化了诗的 接下来看第二首 他发愿西他 依他真实老师的 如实的教导 让他呢 顿生起广大的觉悟心 觉悟什么呢 世间所显现的一切法 都是无常 没有实体 没有一个东西你是永远要依靠而不变的 一切都会变的 你也不要去执着师父 也不要去执着道场 什么东西都会变的 所以我才会说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第一次你会很感恩 最后一次 第一次你会很欢喜 最后一次你也会很感恩 接下来 那你会说一切都无常幻化的 那师父我们要努力的是什么呢 发愿 发愿 愿本身就是造一个善业 虽然在无有穷尽里面是轮回的 是空性的 但是因果是丝毫不爽的 你肯发愿 就会有继续善缘修行 所以下面第三首说 轮回所有一切的业啊 都没有真实的利益 你为什么放不下呢 为什么呢 你还要勤求世间的所有的利益呢 这样真名 夺利 勾心 斗角 永远放不下呢 假如你听到这一段 你突然放下 你说要出家了 那我恭喜你 你还是很有善根的 很多人啊 我劝他 我不会乱劝人家出家 因为出家是真的很辛苦 很多人我劝他出家 他还是如如不动的 那就怎么办 等来一声吧 您修佛陀解脱法 那你就来一声吧 不过呢 这一声 不管你的相是在家出家 你要修的是什么呢 了解佛法 学文师修 学戒定慧 要精进的修六度跟 菠萝蜜 跟十菠萝蜜 这样子呢 你才能够有一天在轮回当中 得到解脱啊 所以要加油 加油加油 我常常说 精进精进再精进 真的这首寄送 第三首寄送 请做一个记号 轮回所有的善业恶业 一切都没有什么利益啊 所以古大德说 万般带不去啊 只有业随身啊 这不单单对净土中而说的 整个的大乘佛法也是这样讲啊 当你断气的时候 你想想看 什么东西带得走呢 你最喜欢的金银珠宝 乃至你最喜欢 用玉做的观世音菩萨 你也带不走 但是你若平常拜观世音菩萨 你这种虔诚恭敬心 所累积的功德 会带得走 它像叶 像呢 你的影子一样 它会跟着你 那就是啊 可是那尊白玉的观世音菩萨 你还是带不走 因为它也是什么 无常的 你就留给你的子孙吧 我留给你的朋友吧 所以你要想 世间耗尽罗的所有生命体力 你换来的是什么 真正应该好好想一想 好好的想一想 虽然在家居室 没办法出家 但是你心中呢 心像莲花 出无你不染 你还是可以精进学习佛法的 我前几天说过 文殊菩贤 观音地藏 四个大菩萨里面呢 只有地藏菩萨是现出家像 那是他的怨心 他在南瞻不作 要做一个清静的转轮的 这个清静佛轮像 可是观音 文殊跟普贤 都是大菩萨 他都留长头发的 所以在家居室 也要精进 那当然你若发心 要出家 那希望你来生 做一个很好的 如理如法的三宝 弟子 出家的生且弟子 那当然 那功德就会更大 出家是不容易的 接下来再看下面 第四首 他说 很多人啊 父亲在的时候 子呢 出去工作了 等子呢 赚了大钱 回来的孝顺父母的时候 爸爸已经过世了 两个人重视聚在一起啊 但是呢 还是看不破 放不下的 聚的时间很短暂 聚的因缘 也是没有永恒的实体的 所以 真正的佛弟子 应该发愿 我要真正好好去修持正法 那他这里讲 他修禅修的地方 叫护马白癌窟 是在西藏的一个圣地 接下来 米勒日巴在的时候 他的妈妈一辈子都看见 他的眼色 被人家欺负跟侮辱 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 他妈妈已经断气了 他没有看到他的母亲 他很难过 所以他说 归子 有子归时 母已是 但是米勒日巴很孝顺 最后他为妈妈跟爸爸 修了很多法 在定中的时候 他超度了他的爸爸妈妈 到西方极乐净土去了 所以你要想想看 妈妈跟孩子 聚在一起的时候 要感恩 要珍惜 现在时代不一样 我多说几句 现在的小朋友 很不太喜欢爸爸妈妈 总觉得 Freedom Freedom 我要长大 我要长大 我要自由 他恨不得就不要你赶快跑 爸爸妈妈就像 看小孩就像 没有长翅膀的小鸟 对不对 有责任要照顾家 天下父母心 抓得太近 他跟你complain Freedom 放得太松 又怕他飞掉 所以我觉得 作为子女的人要感恩 作为爸爸妈妈的 要珍惜 为什么 二十年以后 我告诉你 他有男朋友女朋友 有帅哥美女 酷哥拉美的时候 你约他说 儿啊 跟妈妈吃个饭 说sorry busy enjoy by yourself 他就出去了 知道吗 养儿是不能防老的 我跟你说 有很多人也会劝我 说师父啊 你那么辛苦 你来收徒弟啊 我说不用了吧 第一天徒弟来煮饭吃啊 给我吃很高兴 第二天 我煮饭请他吃啊 现在的人也很难度啊 我还是度我自己比较好吧 所以独立一点 所以时代不一样了 要觉悟 不要你说 哎呀我们以前那个时代 你常常会说 你常常会跟 young generation 说来坐下来听 爸爸妈妈的故事 他说 sorry too old 太老了 那古代的故事 是你古代的故事啊 对年轻来讲 它没有意义 你反而要做年轻人的朋友 各位你相信吗 我现在虽然42岁 我们家最穷最穷的时候 我吃过 那时候我还没有吃素 我们家最穷最穷的 初一十五的时候 还呢 这个米白的白饭 拌酱油跟猪油 我有青菜 还有一个猪肝 我就非常欢喜 我们家最好的时候 是这样的菜 平常是没有菜的 那讲这个故事 你跟年轻人讲 他说 师父 sorry unbelievable 他是无法相信的 对呀 他们很有福报嘛 现在生起来都圆圆的 要嘛都是吃肯德基 要都是麦当劳 对不对 所以福报不一样 所以听好 子女要孝顺父母 父母要珍惜跟子女 一起快乐的时光 要做朋友 对不对 不然将来呢 他有他的世界的时候 你请他留下来 他是不理你的 知道吗 所以一切是无常的 接下来看第六 妹在之时 兄不在 他的妹妹呢 在的时候家乡 孝顺他妈妈 可是很不幸的 因为他妹妹 有很多的障碍 等米勒日巴回去的时候 他妹妹已经发疯了 也嫁人了 他也找不到她 所以兄归家时 妹已经去飘零了 所以两人重视 以前聚过很多 兄妹感情很好 可是现在也再见不到了 所以他说 可是他感恩的是 米勒日巴 也发愿 诵经回向给他的妹妹 希望他妹妹不要发疯 所以他有修真正有蛇 真正佛法教义的这个佛法 修禅护马白矮窟 看第七宋 有家之时主不在 主归家时家已拜 他就说 他的家本来就是呢 姑姑就是看 看他家的财产 挑拨离间 讲坏话 所以就霸占了他的家产 等他回到家产的时候 他的家呢 已经是破坏了 已经是倒闭了 所以你说家 是什么是家呢 各位请问 什么是家呢 写下来 回去想一想 什么是你的家 What is your really home 你觉得你现在 听完经 回到家里 睡觉的那个 政府主屋是你的家吗 你现在放假 到出国去旅行 住hotel 那个是你的家吗 也有连友 我上次问过 我说师父我老了 我很想去出家 对不对 可是我怕有条件 很多人呢出家 那不叫老了出家 那叫搬家 出了家的师父呢 也不要执着 这个庙是你的 哪一个是你的 真的 你只能仔细想 每个地方 是你真实的家 心灵平静 才是你真正的家 你说夫妻住在一起 你现在孩子长大 到时候呢 新加坡工作很辛苦 到了美国 加拿大 到澳洲 赚了钱 把钱寄回来 其实孩子回家 是像hotel 其实我们人住在一起 房子只是像旅馆一样而已 你每天都在 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可是呢 当家产被人家霸占的时候 你就很不甘心 这是我的 我的老娘 一辈子拼来的 你怎么可以抢我的财产呢 你就给她吧 死的时候 你就带不走 有福报的人 在往生的时候 还会把家产 供养三宝 供养给寺庙 或慈善育幼院 孤儿院 那是你有善根的人 所以听好 很多的华人 以前的时代 苦在哪里 都为子孙留太多财产 我觉得你应该帮助他 教育他 不要给他太多 也不要太少 很多人觉得 一辈子你命很苦 为什么 你就是拼命的做牛与做马 儿孙自有儿孙福 对不对 你要给他照顾他 但是也要让他独立 不要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应该人家照顾他的 所以留给子孙的财产 不要太多 我想跟你讲真话 太多是抢财产的 你躺在那边癌症的时候 人家都没关心你 旁边就开始在抢财产的 妈妈有多少多少钱 要分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 你不觉得很悲哀吗 对不对 当然你若有福报 遇到了你的佛弟子 家人士 也佛教徒 孝子贤孙 那是你的福报 非常好 所以老菩萨们 真的要度你的孩子学佛 或者临终断气的时候 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他们吵架 发愿吧 你求观世音菩萨 求地藏王菩萨 他会度你的孩子学佛的 纵使他将来是到其他世界里 他也会遇到善人的 所以可见观世音菩萨 真的是很忙的 天天都要听很多众生 天天念 天天念 下面第八首 这里的圣经 听好不是基督教的圣经 有人一看到说 你看 我终于找到佛教 也有基督教的 resources evidence 答案错了 原来的藏文叫 Holy Sutra 中国的古汉文 把它翻为神圣的经典 是什么 西藏的人不管读经跟不读经 真正能够读文字的人是出家人 那一般的西藏的人 大部分文盲比较多 不像现在我们东南亚 或新加坡台湾 教育很普及 那他就只有拉玛可以懂的文字 所以他觉得 那经典是很神圣的 他会像佛像一样 放在佛堂里 顶礼拜 大礼拜 就好像我鼓励过大家 如果华言经 法华经 你没有时间念 起码你可以请经书放在佛堂一样 每天大礼拜 这样你还是有功德 所以他就说 当灭了日巴在的时候 他佛桌上的经典 有妈妈供 也有他自己供 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 所有的家人走的走 往生的往生 流浪的流浪 经书是一层层 非常厚的灰尘了 而且已经被蚊虫 那虫子都咬坏了 所以叫 供者归时 经已坏 二人重拒无实义 真正有修行的人 就要有勇气 去修佛陀的正法 接下来再看第九 耕田 灭了日巴家里也有田 但是被姑妈霸诞以后 那田就别人耕了 请看第九诵 耕田在时主不在 主人归时田已无 他说以前我还能够 帮妈妈耕一点田 现在主人没有了 当我回来的时候 田事实上已经荒芜了 所以你想耕田的人 主人跟耕田的用人 你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两者重拒也是短暂的 所以主人应该觉悟放下 真正去修真正佛的正法 再看第十首 第十首祭宋请做一个记号 你雇乡雇家与雇员 你觉得人 中国人都有落叶归根 请问哪个地方是真正你的根呢 我的爸爸是中国大陆人 我的妈妈是客家人 对不对 我的出了家以后 我去十八个国家 请问哪个地方 是我真正我的家乡啊 不台湾是暂时的 对 说动了我的心 Thank you 对 西方极乐世界 净土是我的家 可是这里的意思是告诉你 世间业力所显现你的所谓的家乡 所以客家人 闽南人 你的家 你的花园啊 其实都是暂时的 借你用的 轮回里面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下面来讲 可是一般的人 不听闻佛法的时候呢 拨弄 顿号 爱着无实意 把爱着化起来 很多东西喜欢的就非常喜欢 贪爱 占有 甚至执着放不下 这就是你轮回的根 所以为什么要讲空性 为什么讲缘起性空 就是要让你真正的 英文讲wake up 真正的觉醒 从这轮回生死的大梦里面 真正觉醒 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只有一个真正修学佛法是真的 所以你会问我说 什么样生命的意义是最有意义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答案 你若问大乘佛法的人 他会告诉你 我一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六度波罗蜜 你的生命是最有意义的 假如你问金刚症的人 你的生命什么最有意义呢 他说我能够闭关修持 而能够开悟 那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你注意看 你去印度 西藏跟尼泊尔 落后的地方 你会以为真正闭关的人 物质都很简薄 他没有福报吗 他福报比你大 但是他什么东西都布施了 他只要基本的生活 剩下全部的生命精神体力呢 他完全去学习佛法 完全去闭关 所以出家书圣是 在你放下世间所有的一切 用全部的生命体力 去学习佛法 利益众生 甚至闭关而成佛 这个才是最大最大的利益 你不要担心度不了众生 我举一个例子 再用101层大楼 台湾的101 假如你爬到第10层 放个烟火 firework 你就只能看这么一点点 假如你爬到50层 你的firework就是更大 对不对 当你真正成佛到101的时候 你不怕度不了无量的众生的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度 但先学条件 你得先出轮回 你写先证悟 你得先成佛 先不要说成佛那么高 起码你要证到出地 欢喜地菩萨 不退转 不动地 就是从凡夫进入圣人的位置 这样的话 生生世世你来轮回 我告诉你 你都在做梦 做一场戏 你不会继续做恶业 但真正要永远的度 无量的众生 甚至能降魔 克服一切的障碍 要到八地 不动地菩萨 所以不是说 我喜欢去极乐世界 讲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殊胜 就是阿弥陀佛发愿 所有人到极乐世界 会八地 不动地菩萨 所以你不用急得度众生 急的是要什么 我心中的贪爱 有没有少一点 我心中的执着 有没有放下一点 我心中的烦恼 有没有轻一点 我心中的菩提心 有多一点吗 我心中的智慧 慈悲 有没有更广大一点 这个才是你要努力的地方 了解吗 最后 当然西藏是非常感恩老师的 所以他说 灭了日巴说 我在修禅的白马窟里面 永远感恩他的老师 没有老师 马尔巴大医师 他是不可能开悟的 所以让他加持我 虽然灭了日巴在山上修持 他吃的也很简单 到最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他吃草 所以灭了日巴 整身都是绿色的 这就是他的典故 然后呢 他也遇到猴子啊 来拿水果供养他 对不对 也有山上的动物呢 踩着水果来供养他 听起来你好像觉得 天方夜谭的样子 可是事实上问题是 你有没有这个愿心 真正的昼月精进修行 从这个例子来讲 我想新加坡 所有的联友 不管你是担心房租生活 起码你本秘乐日巴幸运吧 你没有住在山洞里吧 好 再看下面 请看吧 五十七页 第八行 秉持 智波罗蜜 伟大的智波罗蜜代表 是大智文书 施力菩萨 先看科叛 他分为丁一 世间的智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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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翻开四十七页 对不起 先看一下科叛 听我的经要很专注 翻过来翻过去 翻过来翻过去 不好意思 先看四十七页 第六行 秉持 智波罗蜜 分三种 丁一 世间法的智慧 丁二 初世间法的智慧 有五种 待会我们会讲 知道世界的 沉住坏空 四大元素 众生无量 圣者无量 也知道佛的各种生 请看幻灯片 接下来再看 丁三 他有小节 简单的讲 智慧 有分世间的智慧 跟初世间的智慧 那在这里讲 秉持至波罗蜜 当然它是偏重在 初世间的智慧多 这一段会有一点深 但是你先了解 成佛的时候 这些问题 你都会解决 所以你不用急 好 接下来 看一下 翻灯片 这是敦煌的壁画 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菩萨在大乘里面 它是非常庄严的 骑着青色的狮子 它有无量无边的眷属 假如你去朝五中国 五台山的话 释迦摩尼佛亲口赞叹 东方有震旦国 其山名曰清凉 其有菩萨 一万菩萨海会围绕 所以换句话说 文殊菩萨的功德力 现在在五台山 你虽然看不到 你要有缘才会看得到 每个人的业不同 但事实上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圣地 所以你去五台山朝圣的时候 你应该发愿念 不管有观点没观点 你都先念 然后你希望在禅定中 梦寐之际 能够见到文殊菩萨 亲自放光加持你 你要发这个愿 很真诚很真的愿 或许在哪天睡觉的时候 真正文殊菩萨就说 Hello I'm coming to see you 那就恭喜你 这是真的 因为在圣地里面 文殊菩萨会满你的愿 详细可以请上网 听我讲的文殊十大愿 所以文殊菩萨代表 般若菩萨的智慧 请看五十七页第十行 五十七页第十行 第一世间的智慧 般若菩萨第一个世间的智慧 已解释五十七页第九行 已解释立菩萨密 我今现在龙树菩萨说 我现在要介绍至菩萨密 丁一世间的智慧 世间人也有很高的智慧 比方说电脑 他懂很多电脑 很多软体 这个也是世间的智慧 他会建房子 他懂得建筑 这个也是智慧 他会造飞机 这也是世间的智慧 但注意听 世间法的智慧 只能让你生存 有些人虽然有智慧跟知识 但是他不一定能断烦恼 他越聪明的话 可能他骄傲心越重 他越聪明 可能他贪心越强 所以世间的智慧 只是让你在这个世间生存里面的 所以学世间的智慧 只能让你生存 但是这样子不够的 请看经文 此中所谓世间所印的各种书 各种刻印章 算术 乃至于各种戒论 风 黄 谈 音等 就是中国讲的中医 或各种医术 方论就是各种医方 或是可以治各种 比如说像其他宗教或民间宗教 干消或发疯或鬼痴等病的 乃至于破诸苦毒 破诸苦毒就是我前提点讲的 人家下降头 但是其他道教或其他都也有咒术 这些东西 他们也是一种智慧 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很小心 动机很重要 假如你会看算命跟风水 假如你的动机是不良的话 那我觉得不好 宁愿不要动比较好 为什么会看相的人 他更执着 他看你这个人又印堂发黑了 你这个人相貌很好 看到美女心就动了 那个人相貌太好了 我要把他度来做我太婆 不是老太太 对不起 度来做太太的话 他会更高兴 所以为什么从佛法解脱的角度来讲 告诉你 那个是不究竟的 越会看相的人 我告诉你越执着 所以劝看相的人要念什么 要念金刚经 这样子你才会破除你的执着 对不对 第二个再看 第十二行 又做嬉笑 有些人很会搞笑 演戏啊 drama 有些人很会写文章 可是写的好文章可以帮助人 写些风花水夜的乱七八糟的文章 那会造恶业的 所以你的动机很重要 有些人对于做城堂 做花园乃至于种田 医药 农作物等等 他很了解 大家知道在新加坡也有很有名的福禄寿 对不对 一进去 全部都是泡佛菩萨吃饭的 里面呢也有卖金银珠宝 摩尼 琉璃宝 玉珊瑚 佛像等等的 有些人对这个方面 古董他也很了解 但是我觉得讲了半天 还是你的动机很重要 你说存着一颗真正帮助众生的心 这个也是很好的行业 帮助人家这个 节善员 但是不可以太执着 举方说 在台湾也有 新加坡也有很多人有的问我说 师傅啊 你要不要帮我看一下八字啊 我今天是不是又冲到 我是不是改个名字好 我说我是奖金的法师 你要改名字 那我叫你 每个人都改成无量寿佛 寿命最好 不是吗 每个人改成大悲观世音 对不对 下次人家打电话 哈喽 你是谁啊 我叫大悲观世音啊 那不是更好吗 你光改了名字 你没有那个功德啊 还是没有那个福报的 所以不要去做这些 抱歉哈 我可能讲了有些人不高兴 做那些头甲派起的事情 没有什么意义的 改了三次名字呢 还是改回来了 所以福教徒要有智慧 不要人家讲一讲呢 你就改 那假如每个人都改成 大悲观世音的话 我第一个 我就先改成 南无大悲观世音好了 可是问你 你要没有关心的悲心 观音菩萨的功德 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的精神 观音菩萨六度万恒的功德力 你有这个 你不改名字 你都还是会很有福报的 接下来再看 入于日月 有些人对这个心术 看战相呢 他也很熟 像日月 或是博 博石 心术 或是解梦等等 建立相诸 相诸等 身分 身分之节等等 这些知识呢 他非常的懂 有些呢 对于这个 境界行处 境界行处就像 佛教之外 其他宗教 有很多也守戒律 比如说基督教 天主教 有些牧师跟神父 他的呢 品德也非常好 所以他来真呢 也是呢 很有福报的 有些呢 其他这个像 奇纳教 或是婆罗门教的 他纪律也是很好的 对不对 然后他们也有神通 也有祷告 也有禅修 但是这无量无边的众生里面 最重要跟要正觉相应 要跟觉性相应 你才能 能够真正利益众生 到达智慧的彼岸 所以动机很重要 接下来 请看幻灯片 这是台湾 福岩佛学院的大殿 华言三圣 有有名的 已经去世的 杨英峰居士 他雕的 杨英峰居士 他们全家都是佛教徒 他的女儿还出家了 叫宽谦法师 现在也是很了不起 在新竹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的比丘尼 你看大寸的照相 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中间是释迦摩尼佛 毗卢浙纳佛 右边是文书 左边是普贤 他是以东黄壁画的 这个你们在新加坡就看不到 接下来看中国五台山的五方文书 很抱歉 那个时候我虽然很认真学照相 但我没有广角镜头 事实上这前面是有五尊的 后面有一尊是本尊 五方代表五方佛的智慧 事实上是五种颜色 但中国人比较喜欢金的 所以就全部是图金的 你看非常的庄严 大致文书施利菩萨 他每一尊都拜五方佛的宝观 表示文书菩萨在十方佛国土都能实现的 接下来看出世间的智慧分五 请看五十七页第十七行 第一个要知道世间沉住坏空 请看经文 真正大菩萨诸佛他知道世界哪时候形成 哪时候破坏 哪时候因为众生的业显现又有 哪时候众生有业消失的时候 他有破坏 他就知道 所以菩萨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 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去菩提加爷朝圣 因为在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不管经过地球的核几次核爆炸 最后形成世界的中心点 还是菩提加爷 对不对 那时候不知道你在哪个世界了 对不对 那是众生的业显现 第二个又知道业形成 世界形成 业消失的时候 世界就坏 所以有很多人都问说 为什么世界这么多灾难呢 那是因为众生的业 众生的业所造的业呢 是比佛菩萨的功德力 非常大大大大到呢 业都很难改的 又有 佛菩萨知道世界哪时候呢 它是形成 哪时候呢 它能够破坏 哪时候呢 沉住坏空 简单的形成 安住 坏就是破坏 空最后消失到原来 一切呢 都了不可得 接下来看第二类 知道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的差别 知道地界水界风界火界 若大若小 若众生无量的差别 纵使它像非常非常非常的细 细到叫围成 围成现在以现代的科学话来说 叫原子原子的围原子 一直纷纷纷纷纷纷到细围成 它通通都知道 所以呢 它整个房间里面 有多少的围成或原子 它通通都知道 围成是聚合的时候就显现 围成分散的时候呢 它就消失 所以现在物理学科学呢 都是研究很多的是围成 事实上就是指围成子 接下来也知道世界所有地围城 围城无量无边 也知道地 水 火 风 它们的本质是空性的 所以它知道四大元素的差别 注意听 佛菩萨为什么要知道四大元素的差别 它因为知道四大元素的差别 它才能够救你 比如说你生病了 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念水 为什么本来是水的 普通的矿泉水 透过你对佛的虔诚心 加持力 念咒力 最后大悲水连癌细胞都能治 为什么 就是不可思议 最后我昨天讲 佛力 法力跟智力 还记得吗 记得吗 你忘了话我下次就不来新加坡了 对啊 我苦口不心讲那么多 你要记得 所以透过水 你看水本身是 就是一般的矿泉水 可是你供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你的所源源 虔诚的恭敬心 在下上念大悲神咒的力量 观音菩萨的大悲咒的咒力 跟大悲心的功德力 你看这个水呢 大悲水会连癌细胞都能治好 这是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 最近有一个连友跟我说 我忘了他的名字 他说很不幸的 他也得到子宫颈癌 结果他给西医生检查的时候 还好他学佛了 他也接受 结果他念了三个月的普贤行愿品 一天念两三遍 到三个月一去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 It's impossible 所有癌细胞都没有了 恭喜他 这是真的 这不是我的力量 是华言会上佛菩萨的力量 最后我鼓励他 我说你还是有福报的 为什么 我一样苦口婆心 劝很多的众生 十个里面呢 有五个人相信 有五个人不相信 前一阵子我有一个 我二十多年前 光复国小的小朋友 他的学生 他非常孝顺妈妈 他们家是一贯道 后来二十年都有跟我联络 好朋友 对不对 结果他妈妈也是得到了子宫颈癌 第三期 那怎么办 全家念普贤行愿品 念大杯咒 喝大杯水 我跟他说 要做最好的准备 跟最坏的打算 所以一半一半 我心里老实讲 我想他可能没办法 可是很不可思议 他真的很肯的发愿 全家人咒业一直念 念了三个月以后 我也帮他念 结果呢 癌细胞 转化了 现在回下来了 可是回下来以后呢 就不学佛了 现在还到我 我还没有跑啊 本来呢 没有学佛之前跟我讲 师父我要发愿哦 我要虔诚的利益众生 我要来供修 我要去朝圣 现在都忘记了 都忘了 所以呢 众生难度 但是很不可思议是他们 他的儿子的孝心 跟先生的孝心 真的 他太太活下来了 现在还活着 这是真实的 我不能在佛菩萨面前 打妄语 这是真实的故事 但是呢 当时他怕死啊 所以很虔诚经济 现在死解决了 他就 继续 轮回吧 所以众生难度啊 所以了解 地水火风 你要知道他的功效 所以才能够利益众生 在这里回答一个问题 我看啊 我心脏不太好 讲多少算多少 讲不完 下次再可以继续说 有一个脸友问说 师父 我听了你讲地水火风的方式 我觉得有一个新的idea 我可不可以每天念 地藏经千遍 地藏圣号 接下来念 普门品 妙法莲华经 大卑咒七遍 一百零八遍 六字真言 接下来念 文书战 七遍 心经二十一遍 普贤行愿品 再念 阿弥陀经 佛号 二十一遍 往生奏 跟慈云颤阻 请问 这样修持 能够脱离三恶道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吗 假如不能的话 我是不是再回来 拜我的八十八佛 拜一百零八拜呢 请问 这样是不是杂修 请师父慈悲开示 功德无量 我觉得念好长哦 错了 你这个脸有不善学 不是这样学佛法的 听好 佛说一切法 位置一切心 每一个法门都很好 我讲地水火风空的意思是说 每个菩萨 因为众生的元素不同 他发的愿不同 修任何一法 他都能成佛 你这样子的 真的叫做大杂烩 你念什么东西 不太容易得到力量 只能说结一个圆 听好我没有否定 听好我来新加坡奖金 我应该简单的公开回答 分两层 一 为了弘扬正法 佛是开无量法门 所以释迦牟尼佛奖金说法 四十九年 是开无量无边的法门的 就像在学校里面 有人读数学 有人读英文 有人读历史 有人读science 科学 都可以毕业的 不是念这个科系 跑那个科系 跑这样的科系 那你十年都没办法毕业的 世间这样的 简单的道理都懂 那你要很欢喜 你列的这些法门都很好 但我要给你一个建议 要专精修持 法要懂无量无边 是因为你要知道道治地 就像花园一样 我常常说 这是很多新加坡人 共同的问题 但是我还有耐心 我也很细心 请你专心听 要了解道治地 你修一个大碑法门 你要知道大碑法门 在整个大乘佛法里面 修什么 修六度波罗蜜 修十地 不是抓很多 功德叫很多 这叫做 新加坡 达玛 Buddhist Dhamma shopping mall Buddhist Dhamma shopping mall 不知道有些人听后面前面望光光 学佛法不是这样学的 没有听没有关系 海银古师的助词很慈悲 所有的佛地址都很护法 所以会流通DVD 回去第一片第一片开始重新听 不要很焦慢的认为 我都懂了 佛法浩瀚如海 连我都不敢说我全部都懂 我都在不断的学 所以在道次第上呢 你应该一个一个次第的要学习 那作为一个法师 我要助持正法 转法轮 所以我当然像中药的药铺 每一种药我都要懂吗 我总不能坐在这边 来我就一铺 十全大补完 不管你 这身体是虚热暖热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感冒咳嗽 通通吃下去 那答案是呢 有些可以治好 有些是要道命除 了解吗 所以作为法师 利益众生 作为佛转法轮 当然有无量的法 可是这个当中 你要去自己抉择 所以这位联友 我知道你很精进 你也听了很多经 我不是责备你 只是说修行 不是像你这样讲的 那我下一次呢 再来讲法华经 或有一年 我在讲唯摩洁经 我在讲般若经的话 那我看各位通通都出家吧 从早念到晚 才念得完 那这样才能成佛的话 那没有一个众生是可以成佛的 所以法是无量的 第二个你说你以前拜八十八佛 参伟文很好 你没有拜八十八佛参伟文 你今天也听不到文书菩萨的法门 所以听好 第二个回答就是说 对一切的东西都要感恩 你不要觉得说 我以前学错了 不 就是一千一千 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脚印 你今天才有福报听到 这么殊胜的 文书施利菩萨的法门 从古至今 龙树菩提之良论 在大政上有 弘扬的人很少 连助解都没有 但我求佛菩萨 也尽心尽力为你们讲 所以 就是因为你们以前 拜了八十八佛参伟文 做了很多义工 做了很多功德 就算你去到家这样跳一跳 当梯 你今天才会遇到这边的功德 所以要感恩一切的缘 但不要执着 了解吗 所以古大德说 若说一切法 未知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须一切法呢 了解吗 好 我看经文讲到这里好了 下面简单的讲 悟三是讲到众生 无量无边的生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 一个生而已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过去是什么 过去可能呢 是帅哥 美女 过去可能在天上住过 可能我在地狱 恶鬼畜生也轮回过 随家摩尼佛说 他在六道轮回也轮回过 但是他跟众生不一样的是 不管在无量的众生 生里面 他都有菩提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